今天我做这个番茄牛腩 媳妇跟我说太好吃了 叫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其实非常简单 一看就能学会 我们这个牛腩把它切成大块大块的 牛腩要选中筋多一点的 啃蛋最好吃 冷水下锅 我们给它炒出血水 再来加入一些姜葱 山奶芭蕉香叶 花椒来的一块 白酒来点曲心蒸鲜 我们盖上盖子煮40分钟 这个西红柿或者番茄 我们给它切十字花刀 在开水里面给它滚个热水澡 再拿起来把它外面的层衣服给它脱了 这个是不是很剪牙 这个番茄我们拿一部分把它切成可口 再拿一部分把它切成滚刀块 这个番茄或者西红柿 我们要多切一点 煮出来味道会更好一些 再来切一些 红萝卜 土豆 把它切成滚刀 你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 我们把所有的配料切好了 这个牛腩也煮好了 把它打出来 这个煮牛腩的圆汤 我们把它留起 接下来起锅烧油 先下入洋葱块块 把它变香 可以加点黄油 变香一些 把油肉放下去 先下入切碎的西红柿 把它汤汁给它炒出来 我们加入盐 还有这个宁卡宁子的番茄沙丝 我们给它来一些 酱油来点 把它炒上色 把我们的红萝卜 土豆放下去 把它炒均匀 加入一些煮牛肉的圆汤 汤不能太多了 再来加入胡椒粉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炒均匀了 倒在这个砂锅里面 盖上盖子 这样闷个十几分钟 小火慢慢的味着 更入味 把汤汁给它焖出来 再来加入 剩下的番茄块块 放下机 再焖个几分钟 放上小葱 或者香菜 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汤汁炮饭 简直是绝对着 大事得很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专法 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收看